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会引起沉重的话题 所以我就说今天咱们仨凑一块也合适了 可以谈谈很久以来我们所避讳的一个问题 就是小三的问题 小三您知道什么意思吧 不知道 不准确 为什么叫小三 过去不叫小二吗 怎么变成小三了 哪有叫小二 原配的老婆叫大二 这才是二第二个 先把人说二了 没错 小三一般至少是年纪小 排位呢 它是属于第三者 所以 就是第三者的意思 我怎么记得咱们三个人以前有一次聊天说到 说要应该把一些坏词废掉 就谈圣女的时候 还是说应该把小三这种词都废掉 妇女的一种称呼 对 我说的 我说就是 它带有对妇女的侮辱性 对 小二 二奶 小三 鸡 包括鸡 对 鸡 因为人家 不管你对她的这个 谋生方式有什么 不赞成的意见 人家是人呢 人家不是鸡 是不是 我就说这个 所以你看 这讲话多重要 人本主义 人道主义 是吧 所以 但是你知道 这个道德 我觉得真是 谁说中国社会缺德了 我觉得中国社会 每个人都这个道德深重在他心里 甚至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电影 叫北京遇上西雅图 这个电影很有意思 扎老师看了 我看了 我还没有看 但是我故事是听说了 这个电影的反应很有意思 刚开始 都听见说好 说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小小小小电影 然后呢 这几天 争议出来了 批评出来了 我就觉得 我跟你们讲的几个微博 一定就会引起你们的兴趣 就比如说 有的人说了 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 因为爱情的力量 两个吃软饭的人团结起来 走到了一级 两个吃软饭的奸强起来 然后你看啊 有个作家 还是个女作家 叫溜溜的是吧 他就说 我觉得啊 这个一个年轻女孩 独自怀孕 本身就是对他这个三观 他们就是人生观 道德观 世界观 不正确的惩罚 尤其是孩子出生起 就不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有相当一部分女人 是为自己非主流的爱情 付出沉重代价的 然后呢 有些人说了 这个电影啊 什么都好 唯一不好的就是 女主角是小三 他说呢 让我每次 一想到看这个电影 想笑 或者想哭的时候 想感动的时候 突然又相信 女主角是一小三 心里对着拧巴 你看这个 对于我来说 小三做任何事 都是错 对有些事情 我就是这么偏执 你就要是个小三 你就没有对的时候 然后呢 有些人说的还挺乐 说北京遇上西雅图 不就是女主角 不甘心给一个人当三 挺着肚子 又想给男主人当三 男主角当三 结果男主离婚了 反倒给女主当了把三 三跟三在一块 还喜当跌了 请问感动在哪 等等 你看这些调侃当中 我觉得这调侃背后 有个人的道德观在里面 对 当然 你刚才说 第一个什么作家 六六 他就是写蜗居的 那个 里边也有个小三 他可能看不惯这个 就是说 那里边那小三 下场很惨 对吧 他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金主 那个男的最后车祸而死 然后反正就是说都没好结果 可是这里边这小三 怎么绝大欢喜了呢 他看不惯 他觉得应该小三 就应该下场就像那样 可是我觉得这里边 肯定是这个 听了这么多争议 围绕这小三 肯定这个北京 遇上下图的这个编剧也好 导演也好 在那偷着乐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看的这电影 感觉这小三在这里边 就是像 就是一个道具 就是要 一个电影要有戏 必须得有戏剧冲突 他就为了这个射成一个小三 他才会有下边这些冲突 你知道 这个小三又是一个 这个汤维演的吧 这个女主角 到这个月子中心 一下飞机就开始 其实到美国就开始 就是一个拜金女的恶劣形象 你就我就说句粗话 你就让人看了 都正常人看都想抽他 你知道 就是他简直那个作风 也汤维演的也太过火了 就汤维 幸亏是汤维 因为汤维太可爱了 所以你怎么着你都愿意看 实际上那个表演 前半场我认为是太夸张 太过火 就要把这个小三加拜金女的恶劣 让你用最最极端夸张的办法 来表现一场 然后再铺垫他后来那个 像纯情小资 独立自尊女性的转变 就铺展那个呢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变成一个好好先生 就这个叫什么 吴秀波演的 一张苦脸 从头到 我这说的有点 就是说他这个一个老实八交 一个窝囊废似的 这么一个好男人 从头到尾 接盘侠 叫什么叫接盘侠呀 就是说跟那个人当小三 生的这孩子 最后这男的接了盘 那个不要了 这男的接 接了俩 这俩人好了吗 这俩人好了 而且这个 这个吴秀波 这个 就是吃软饭的呢 他也带着一个女儿 结果呢 就是说这两个受气的小三 男小三 女小三 最后走到一起来了 各带着一个孩子 走到一起来了 但是这个戏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 你要仔细追 就充满了漏洞和不成立的 一个比如大着肚子的 一个女的 整天就在跟人打架 甩盘子 然后到处在街上疯走 你觉得就可能吗 任何生过孩子的女性 你都觉得这太不可能了 可是可能最开始追捧的 有一批 我看什么豆瓣网上 这些人可能都 本身也是一些 比如白领小资 他就很希望 就是说在这么一个 其实他们都很在意 这些物质 最后能找到一个 叫Mr.Right 你知道这个电影的 英文标题就叫 Finding Mr.Right 就找到那个对的人 就找到这个对的人 就是吴秀波演的这个 又对女人好 然后呢 又正直 然后从头到尾 就在给他说 两人也算门当户对 对 一个加油 对 就一句台词 加油 老给这女的加油 然后门当户对 你说的太对了 其实落到实处 这些小资 你说真的 这要是一个破落户 也不行 人还是一个一流的医生 只不过就是说 临时落破了一下 最后又找回 那个医生执照来了 也过着一个 很体面的 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不是就都齐了吗 对吧 网上发表 道德义愤的这个 我一听啊 我第一下 挺感动 觉得我们中国 大家还是 维护正当的婚姻 是绝对不允许 什么第三者呀 破坏 插足 中国的婚姻 是全世界最结实的 合金刚 固若金汤 固若金汤 可这个呢 你跟实际的状况 有点不完全对得上 所以就在这一类的问题上 表达道德义愤呢 第一 它是有中华文化的根据的 可是另一方面呢 我也主张小心一点 因为它很容易啊 又弄到那个 从一而终的那个 尤其是在这一类上 表示道德义愤 专门教训女人 这最没劲的 这个 没错 是不是 所以我早就 你像小三这种说法 我们很少说男人 刚才你们说 俩都是小三 可是实际生活里的 我们是管女人叫小三 男人很说 男的就叫三爷 三爷 有这词了吗 男的是爷 男的是爷 女的是小三 我就觉得这里的 他就很容易暴露那种 就是 欺负妇女 对了 瞧不起妇女 而且认为家庭乱什么 就由于女人造成的 他看不到男人应该负 或者更大的责任 而且很多时候啊 是女人更加瞧不起妇女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个 很复杂的问题 不他有时候 女人还有这样 他通过表达这个义愤呢 来表达他自己是 走的是最正的那个 正中间那条路 两家自己是两家 你觉得这两个贵阳 就是刚出的这个新闻呢 烧死一小三 就是这个 这原配 就是这个 他老公啊 跟这个年轻女子 在酒店开完房 然后他是尾随而至 然后呢 这个退房 老公在前台酒店退房 这小三呢 这女的呢 就先坐到车里 然后这大婆过来 就往头上撒汽油啊 烧死了 嗯 这个 清代朝宫制度研究呢 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它使我们了解到 这个朝宫制度的 这个顶点在清朝 它在政治上 有怎么样的一种 秩序的这个意义 它在经济上 如何使这个 清朝的这个中央 和各地呢 有了一种经济交往 这个形式 那么同时 它也使得这个 清朝的这个人们 无论是官方和民间 都通过这个 各方的这个来程 进过 可以看到 世界这是一个窗口 开卷八分钟 新十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对买家居的前前后后 我都有要求 你懂吗 他们懂 133位红星梅凯隆家居服务专家 让您全程书心无忧 董家居更等我 红星梅凯隆 一领家居二十七年 还有一个呢 但是为什么有人对这个片子反应那么好呢 我们也分析一下 为什么 那么喜欢 而且说是票房价值非常的 非常的高 比泰炯度高 不会吧 没有 对他的成本来讲 已经两亿了 已经啊 两亿泰炯 泰炯十几个亿了 是啊 现在没有啊 你说这个势头 同时间 同时间 他一上来十天就一个多亿了 是多少 他就看见势头 好像我在网上起码看到的是 是这样 那您看了您觉得为什么 不是 我绝对什么呀 这我一说一二三四 有点像您说的 教授 一个就是他 他中心的意思吧 还是说就是不能够把这个爱情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 你还是得找一个自个喜欢的能够 能够能够斥成相见 能够用一种比较比较比较文明的态度来对待你的人 这个呢 这个思想呢 实际上是普世价值 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平均数 美国 我在美国我看过一个电影 就叫金钱与爱情 这最俗的 最俗的名字了 Money and Love 对 就是有这么一个 是那个男主角特有名 您说的不是那个Pretty Woman吧 就是叫欢迎 Pretty Woman 我认为这个电影里边有一些超 不是超个就是 拖字于那个 虽然他就是安排的情节什么的没有那么好 对对对对 李查基尔和朱利尔 Robert 只不过是把小三换成了一个那个风月女郎 不是啊 可是这个呢 就是反映了这美国人的观念 他和咱们中国的 比如说有些网民的观念不太一样 美国人呢就是说 你呀不管原来是什么 你找到了一个好的机会 或者是你有了一个向上的向善的可能 大家都给你鼓掌 对 何况你还有一个先天的条件 是你Pretty 你漂亮 你漂亮 一个女人Pretty 无嘴 Pretty了以后 何止无嘴 那简直是什么 潜力无 那也是一个 其实一个经典 就是现代的灰姑娘的故事 那个就是说 一个妓女 好像出身应该是最下贱的 他有一个黄金般的心 而且 但是你看 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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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另一路了 他就会说 你这个是给一些个拜金女啊 对啊 让他们看到当小三 最后 哪怕生了孩子 未婚先孕 你都能够有好的结果 最后有好的结局 你给他们什么示范效应啊 因为我 我前前些日子 我还看一个电影啊 那个音乐剧 悲惨世界 我就想这个 如果要咱们这个 说你 当过小三 他就不能再碰到合适的男人了 这不应该这么说吧 那不就跟说那染阿壤 说你偷过东西 你再做任何好事都不算了 但是我觉得是好笑的是 咱们这把什么事情 把一个电影吧 一看就看进去了 特别当真 你知道 其实你要真看这电影 我是真觉得太难把它当真了 首先这小三吧 他就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小三 他不是没有别的技能 他还要设计 他有一个 他是一个美食杂志的一个编辑 所以他最后才能转成 他能自己靠这个能办一网站 美食网站 他就能够转向自尊了吗 对吧 然后实际上这个小三 也很有自尊心的 他就是说 我不是为了这个男的 我就要为了证明 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证明 我除了钱之外 我还就是说 care更多的东西 他里面加了好多这种 听上去就是很 很不典型的一个小三 而且这么能做的一个女的 你要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 他最后怎么能接受这么一个 一段木头似的一个好男人 你就会觉得 他跟着医生也长不了 他会很快 他就会觉得太无聊了 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 他其实里边各种漏洞 可是咱们这还真的 就观众能把这当真 就当成一个标准的小三 咱们能够弘扬小三吗 咱们尽量不用小三这个词 你说的这 对咱们就是 你说这个一道理也很对 咱们有点过于认真了 是不是啊 好像是 他有过这种 历史的污点 有过 属于历史反革命 你历史反革命 你也是抬不起头来 起码还得在 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以后 才能承认 这个非常的复杂呀 因为我认识 我认识 我有一位朋友 年龄比我大 我当然不能说他的名字 他很有地位 也很有见解 为人也极其正直 女性嘛 我说 他的一辈子没有结婚 他就是一直和一个有妇之夫 而且也是一个高级领导人 不是最高级 较高级的 高级领导人 有很深的感情关系 他这一辈子 就献给这个高级领导人了 我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 那么他和那个 他那个男友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没问过人家 我也不能问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但是你要说他是小三的话 我觉得这个 我都想跟他拼命 我要跟他挑战 对他侮辱 因为这个 我说的话 我有勇气 因为我这一辈子没搞过绯闻 我也没弄过什么 我不是为了给那个做辩护 但是我觉得 在私生活上 个人有千差万别的情况 是不是 当然我赞成那个 我记得 建英说过 什么一见钟情 白头偕老 知子之手 知子偕老 这当然我很羡慕 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是不是一律都进行道德的这个歼灭呀 王老师说的太好了 我觉得真是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你从这做重要讲 你怎么是重要讲话的口气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时间 你需要浓缩的口味迅速行神 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 要用精脆厚重深度的原料 快速炮制 新闻家评论的深层见解 第一时间强化资讯建商力 资讯快递 星期一是午下午 凤凰卫视中安台 悠然品黄山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我为什么说刚才王领导刚才就这个婚外恋问题发表这个重要讲话 这是我这个积蓄已久我想说的话 但是我生活作风没太好 所以说起来底气 你他这种立身清白的共产党员 说出这个话来 我觉得太病了 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真的多少年来啊 我们讲什么小三啊 二奶啊 这都是很讨厌 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很残酷的一种评判 婚外恋好不好 婚外恋这个现象里面有一万种情况 各种各样的情况 不一而足 甚至于他这个敏感的 有些说你说有没有金钱 有金钱 但是问题爱情本身就很复杂 是有的甚至是几成的钱 几成的现实 几成的感情 就是每个两个人都不同 所以你有时候生活里 你见到一些朋友 你就发现啊 很很容易 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往往会有一万个理解 一千个同情 但是你在网上你可以骂 这小三你就没有好人 你发现没有 你不认识他 对他那小三变成了一个标签 在骂那个标签 对那个标签代表的里边的各种人性 已经被标准化了 你知道他就是一个道德败坏 破坏他人家庭的这么一种类型 你知道我是一个真实的个人 您说起您认识一个高级领导 我是想起我们家族里的一个长辈 他已经过世很久了 你知道过世很久之后啊 我们这两年才听说 当年你知道中国有一个 你今天西方人讲起来很不人道的现象 就叫夫妻两地分居 对吧 这是中国特色 就是两西方人不能理解 两口子结了婚 为什么因为某种原因 他们几乎一辈子就没有生活在一起 一年一个探亲假 对 这个他是因为从农村到了大城市 这几农村那个规矩啊 这个老婆就不到城里来 他们那个地方就是要有了钱 先得把父母接到城里 老婆都得在村里待着 对 可是实在他去世很久之后 我们才知道原来在这几十年来 他在这个城市里啊 一直跟一位女士保持这种关系 而这位女士呢 是军人的妻子 是 他也是两地分居 不过这个情况也是 法律更不允许 更不允许 破坏军婚 可以按犯罪来处 可是呢 他因为这种原因 这个军婚的这一对啊 也是一辈子跟自己的丈夫 没有生活在一起 对 以至于就所以说 我们家这位长卫 他身患绝症 到医院病房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就是他农村里的原配妻子 和这位女士 一起在病床边 为他送中 就照顾他 你说这种故事 他很多心酸的处 这个私生活和私得呀 这各种情况太多 比如说胡适吧 大家认为他很有私得 对 就是因为他和他的那个 没有什么文化的 没有什么教育程度的 妻子吧 一直是过了一辈子 但是也传出来 说是胡适曾经和 对哪位女性 曾经有情有义 不止一位 有中国的 还有美国的 那你说你把这些人 也都画成什么 小三小四小五的 这就没有意思 那你这个 其他别人呢 就更甭说 那徐志摩的话 你怎么给他画呀 徐志摩到今天那就流氓吧 是吗 回到这份上吧 不过我就说 这个就是 这个要很慎重 很慎重 这个东西呢 法律在管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另外这个 这个感情